Hello, 隔了一天沒有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跟大家更新一下這兩天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也很開心 好像感覺上脫離一點低潮期 有一點動力 首先喝了一杯好好味有底飲的珍珠奶茶 然後就進入了日常的車衣、糖衣、PASS衣的環節 到了昨天晚上下班之後 我突然之間有一下衝勁很想做事 很想把事情弄好 所以就結束了很多關於未來的緩劃 而又剛巧就找到一個關於商業的展覽 去完展覽之後 問了一些專員人士的意見 所有事情都很順利 最開心就是看了這兩套電影 我超級推薦大家看Kissing Booth 我看了它三集的 我最喜歡大家和第三集 第三集關於離別的議題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是很習慣離別的所有事情 所以看電影的時候也很感慨 也大哭了一場 可能因此情緒有一點抒發的 我覺得其實看電影哭 確實是一個我自己抒發壓力和情緒的一個很好的出路 因為有時候我意識到情緒的存在 但是想不到原因 但每一次電影都可以令我解脫的 希望大家這兩天都過得苦足和開心 那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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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